接着我们讲讲下一间餐厅 Chak是一间著名印度餐厅 一两年前开的 那时人气非常之厉害 开在Rosewood酒店 即是香港桂蕾酒店 现在Chak也是生意极度好的 这个也是贵价的印度菜 在Rosewood开 所以也不少东西 你吃完之后觉得怎么样 我本身自己不是很喜欢印度菜 因为我不太喜欢香料 我觉得对我来说太浓烈了 没理由加利老公说是西亚人 就是他喜欢 他就很喜欢 当然我吃完之后 我觉得他也很好 因为我不喜欢这类型的东西 但我也觉得他好吃 所以很重要 打破了你的盲碟 还有我觉得整个气氛 其实不算贵 当然人家会说印度菜很便宜 这里是很贵的 但是我会觉得在那个地方吃 我真的觉得他一点都不贵 还有他很舒服 那些服务令到你很温暖 因为服务我们是一个印度的小子 小子也是小鲜肉 他小小粒 当然不是白白正 因为他是印度人 但是他说英文很快 我差点都不能够说些什么 但是他很有诚意 还有他介绍的东西真的好吃 我会觉得他不是贵一些贵的东西 他介绍了给我那几样东西 我也觉得很值得再介绍给人 反而有些我不听他介绍 我自己就这样看菜单 选择的东西 那些东西有点重复 所以也有服务 有点 但是那些员工比较坦诚 跟你真的推荐一些他觉得真的好吃的东西 还有我是3月的时候去的 那时候疫情也挺严重 我还记得酒店的时候是直接删了泳池 因为我是去staycation 还有为什么我预计到呢 就是因为普通客人好像要预计几个月 现在也是的 但是他因为会留部分的位置给访客 即in-house guest 那你又预计到 因为我在那里住 是 但也未必预计到 因为如果这么多人住 坐不了就坐不了 我也早的 我一个月前倒预计 但是正常就 可能你就这样踩进去吃饭 是要几个月 但是我住房那里他就有 明白 还有我那天去 我记得很阔落 因为那时候我忘记了 是不是还是限聚二人 所以桌子很阔 桌子很大 所以坐得很舒服 好 看下一张照片 因为下一张照片 好像很漂亮 这个就是我说中伏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吃番薯 薯仔 番薯 我又喜欢吃那些红石榴 我感觉上看上去好像很漂亮 但我吃下去 我觉得是不够的 其实他的番薯是甜甜的 还有红石榴 还有香料 其实他这个组合 我觉得是 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好吃 这个纯粹是IG 可以拍照的 他很漂亮 而且那个盆子很特别 他都可以吃的 类似一个crispie的盆子 再下一张照片 没理由不好吃 那些全部都好吃 是 烧鸡真漂亮 他的tandori真的很出色 还有他后面 我没有给那张照片 他后面有几个大金色的tandori 看到他掛了一些未烧的在旁边 然后他就放进去慢慢烧 我想说我吃了两个tandori的item 两个都很好吃 还有因为鸡 它这个是鸡胸 但是很出奇地很汁 就是用很多乳酪醃 至少我平时吃鸡 我不吃鸡胸 因为我怕鞋 但是他这个做得很好吃 还有这个超值 这个188元 可以两碗吃 四大块 不记得三大块还是四大块 总之不小 总之是大块 下一个是tandori 这个就是正宗tandori chicken 这个不是 这个是虾 对 三个鸡腿 三个鸡很大 超巨型的大 还有这些鸡一定是frozen 不会是新鲜 但因为frozen 你都要漂亮才能保持质量 要最prime 那个level 当然一点都没有煤 不会煤 而且很淡 还有甜味 所以我觉得它的tandori做得非常好 很重要 下一个是一个挺有趣 酥皮饭 是的 我本身觉得这些五谷类的东西很饱 其实我一般 我也是 但是它有个好像酥皮盖住了 有个server是会帮你开 接着就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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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下一张就看到了 下一张照片 打开了酥皮 又给了一个饭 那些米本身都是长条型的 乾乾的 我觉得混合了刚才我说的server介绍给我 那个类似yogurt的sauce 真的一流 很好吃 是因为小小的配菜就搞定了整件事 我先生因为东南亚人 他觉得他本身这个饭已经做得很好 但我会觉得一来香料味我自己不喜欢太浓 所以加了yogurt的平衡 整件事我觉得 有一个我自己不太喜欢吃的东西 变成我觉得非常好吃 但这个饭里面有什么馅料呢 这个有Ottopus 其实它有不同的 我选的就是Ottopus 如果我选的就是羊肉 它有 这个有Sephron 还有Briani 这个是Briani 我最喜欢吃Briani 羊肉的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有少少Sephron 总之配买的yogurt就是完美 我吃亲印度的东西 我一定要选羊肉Briani 这个我一定要试试 但我一般的饱肚 所以如果我自己叫 我为什么会叫呢 因为我是Decation 其实是我的room package 包了一个餐饮充 我吃一餐 因为我不想几餐都去酒店吃 所以我要吃完那餐的Alarm 所以我是肯定叫 但又吃不完 下次我帮忙 你买完之后打包我拿走 因为每次叫Briani 我都是吃不完的 四个人都吃不完 所以要打包 然后肉饭 第二天拿回家再叮热 都一样很好吃 没错的 而且真的要加些yogurt 又滑一点 总之整件事都提升了 是的 所以没得顶 我觉得印度人真的很懂得吃 而且我觉得 那个餐厅 刚才我说的伺服器 印度小指很热情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国籍的伺服器 他们全部都很热情 我会觉得整餐饭 因为我不是说很怕吃 这些很趋近的餐厅 他们会令到你很放鬆 所以我很喜欢它 而且它的环境很颜色 整个餐厅你会很开心 很开心的气氛 是的 你那个态度是反映了很多食客 都会希望吃好一点的东西 不要超贵 贵到一个地步 纯粹好像卖名牌 那时间希望放鬆一点 因为现在有些餐厅很认真 好像他是名店 所以你进去好像要崇拜他 而且你好像变成一个小学生 就要很拘近很乖 你很小心怕自己失礼 但明明你要付钱吃饭 应该是他尊重你的 而且有些伺服器很差 你会感觉到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你会感觉到他好像夹眼那些 其实你做饮食业 你都会见到一些人 他很奇怪 他明明都是做staff 他好像觉得所有客人不懂 不懂赢 都会很快就能看人 所以要选一间自己去得舒服的餐厅 很难 以前我去过很多餐厅 去意大利餐厅 本地意大利餐厅 他真的会跟我讲tura miso 然后解释给我听tura miso是什么 如果你的语气纯粹是给资料我OK 但有时他的语气 令你觉得他一定假设你不懂 令我想起一件事 我们很收家地 因为这餐厅也接不少投诉 其中有一个伺服器 当然现在不在 他就像我们所说 有客人吃pizza 他因为上面有些mushroom 我们师傅的做法 就是一些生的白菌炮下去 即使焗出来也很像生的 客人因为不太熟悉这件事 就问我们的伺服器 是这样的吗 其实很难免客人问一句 可以平实点回答 有个伺服器竟然回答他什么 很贵的 是不是很可怕 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客人 这句很侮辱性 所以现在很难请到好的伺服器 没办法拿到一个平衡的心态 接着下一间餐厅要讲一讲 就是位于上环 即是PMQ那里 Louis Louis现在是否在之年年 有没有一升 现在一升 他受了两层 我吃过下层 那些东西都好吃的 法式料理 但一定偏贵 你觉得Louis的感觉如何 因为他现在算是二门餐厅 我老实说他是好吃的 我有两个菜特别有印象 第一个菜 这个是前菜 这个是很正常的 正常的 新鲜 还有上面那一块是Basal味的 类似雪糕 这个是挺清新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菜 又是一些蔬菜类的东西 再加鱼 这个是鱼 因为我去那时候也是夏天来的 6月 我觉得他整餐饭很清新 很适合季度 这个也是一个很开胃的前菜 下一个就是他的招牌菜 就是燒鸡 这个我不是说他不好吃 但如果要给一只千元吃一只鸡 那我又真的 是三黄鸡 没错 这是本地鸡 虽然他是新鲜走地那只 但是老实说我出去买一只 可能二三百元 但是他卖到一千元 我自己会觉得 他没有那种令到我觉得值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是外国做鸡 他一定是煮得很熟 而且一定是烧烤 就是放入焗炉焗的 是啊 他好像有个类似 那些叫什么rotisserie 在转转转的那些 那又如何 都是烧鸡 因为他不敢 香港 譬如中国人吃蒸鸡 白切鸡 他中间有时是刚刚紧熟 yes 有少少拼的 是啊 而且你见到骨头 可能还见到少少红色 是 是熟的了 是 因为是浸熟的 没错 他人做鸡一定是全熟的 你不会见到有拼的 所以我觉得浪费了 你觉得鞋不鞋 他未至于鞋 但是一点都不滑 我真的很尴尬地说 其实近年很多 很多要出去吃东西的朋友都知道 在香港的西式餐厅 经常都做焗鸡 那里面有些糯米饭 什么饭也好 然后切出来之后 这个鸡又转上 然后又有糯米鸡饭 那样的感觉 那是一千多元 那很多人都有些说话 这些就觉得 哇好吃的 好吃的 但是我说 如果我吃这个 我去鹿乳吃糯米鸡也可以 而且那个很好吃 那里面很好吃 平时你自己如果在家煮两尾 你真的会觉得 我都做到了 都会 看下张照片 鸡的照片是很漂亮的 但是也是本来走地鸡 以前的法国餐厅 会用breast chicken 我吃本贵很多 因为breast chicken 我想卖也要500元 因为它的价值比普通鸡贵 但你又不觉得它好吃很多 但吃下去的质感真的很不同 可能自己吃开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那只 买一千多元 我觉得可以 那就会舒服 古龙本尼鸡我有点暴留 下张照片就是他们的饭 通常这个鸡是跟着饭 因为他说那天有一些很漂亮的 不记得哪里来的 black truffle 拿起来刨在饭上 他又很敏感地刨到铺天盖地 看下张照片我看到了 很多black truffle 完全看不到饭 老实说它混合了下去 当然饭真的很好吃 因为又有鸡油、鸡汁 有这么多black truffle 再配上那些鸡肉吃 其实是好吃 但我会觉得性价比不够高 但也变了不同 你是为了吃black truffle 我们看最后一张照片 麻烦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 这是你生日 这个就是去年的生日 我其实想说 令到我很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个菜 就是这个 老实说我很喜欢吃拿破仑蛋糕 在香港很难有一间做到很松化 好像去做法国那样的感觉 这间真的我很印象深刻 真的很松脆 因为就算外面多出名的鸡汁也好 你总是觉得它濕濕粒粒 是的 因为香港是潮湿 但这间可能它刚刚焗完就砌出来 它真的超好吃 我真的整个吃光都不觉得不够 所以它一定要吃拿破仑 另外这个招牌菜是那个蟹蟹 这个也好出名 超巨型 当然我们六个人 它不是每个都这么大 但总体也算很大 但有些是大到手掌那么大 那双叉不是很大吗 要不然有人计较 10%左右 都可以 如果有人请吃饭就可以 但自己付钱会计较 应该这么说 就算是最小的那一款 你也会觉得你预计是这样的尺寸 但如果是大过那一款 你会觉得是 bonus 明白 所以怎么也不会参加到哪 它真的很大 而且它真的很完整 又不会太熟 又很鲜甜 而且最好是下面的蛋白 应该是花雕蒸蛋白 花雕蒸蛋白 这个很好吃 以前我常常去上环那间桃花园吃这个东西 那时候很出名 现在桃花园好像没有人再说吃这个东西 你这么说我又想起这个名字以前常常都听 现在很少听到 而且常常都是吃这个 还有玻璃虾球 对 但反而现在真的少说了 太多新的餐厅出现了 还有我想有时候 最鼎盛的年代过了 你也很少回头 接着下一个是什么 因为这个餐厅 它不是太多送另一个很有心印象 因为它少炒 其实我另外也叫了很多 譬如之前才有 田鸡腿 吃完就算了 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个蛋白杏仁茶 我一定要吃的是色製的 千万不要是香精的 很好吃的当然是海景軒 梁师傅那个 黄龙那个 那个没得挥 那个很怀念 但荷必馆这个也很好吃 我最近吃过这一间 还有我忘记了最近有另外一间 都是蛋白杏仁茶很出色 所以我很记得它这个做得很好 那荷必馆虽然做小菜 但相对之后是贵一点的 是的 所以你自己去的话去不去的 为了月珠 我想要是一些celebration 你不会说家常变饭去吃 明白 好 接着下一间叫合时小厨 这间有价钱如何呢 第七个快乐 超划的 终于有一间是划的 因为这间是一个媒体的朋友介绍我去的 这个就不是跟老板去的 第一次不是 但是我 接着带了老板去 是的 你真是聪明 那你老板怎样 他都OK 因为这间是近我公司 我就是跟我老板吃生日饭 因为我生日老板经常请我吃饭 他就请我吃二星一星米之年 他没有送手袋给你 不要说这些东西了 但是他永远都会请我吃一些很贵又出名的东西 到他生日 我当然如何都要义尚往来 请他吃饭 我当然不会请他吃三星米之年 我就找一些是好吃 但很值得去 又吃得舒服的 所以我就带了他去这间店吃 这是潮州菜 其实这间不是潮州菜馆 但是这个是鸡油花雕蒸马柚 哇 香到 而且马柚蒸的时间差明 真的控制得很好 刚刚好 又不会太熟 而且马柚很油 就算不过意蒸久了 其实也不会粗 所以这条鱼真的很好吃 哇 很好吃 很漂亮 鸡油花雕蒸什么 近年很流行 我觉得有些很贵 但他真的很贵 我忘记了多少钱 但总之是值得吃 总之你肯进去那些 这个好像很普通的姜葱蟹 但其实重点在哪里 下面呢 我忘记了弄它出来 下面那些是腸粉 哇 它是吸了精华 老实说在街上吃蟹都很难搞 因为你知道 炸一炸蟹很野气 不斯文的东西 跟吃鸡肉一样 但是下面那些腸粉 还比上面那些蟹 因为真的很棒 我就是那些懒吃蟹的人 也不是特别粉丝 但是如果下面那些蟹 煎任何东西 譬如糯米饭 又或者腸粉 又或者陈村粉 我都会吃那些东西 很棒 我要立即抹下这间合时小槌 它很够窩气 西湾河 它是西湾河站 但地址好像是沙基湾道 立即抹下 这个呢 但是要订位 因为它也很肤 而且它很小 它有分楼上楼下 我那次就特地 小间都要订位 因为它真的肤 而且那些菜要留 因为它平时午餐 好像有午餐菜 但这些是要预订 明白 这个很棒 即是说刚才那个 麻油 麻油都要订 要订 都像要订 因为我有一次 就是不想起要订 我就这样吃 它也做给我 但是要等 明白 再下一张呢 咦很漂亮 这个我刚才说 我们中国人做鸡 就是要浸鸡 而且要很滑 它就是绝对做到 而且 这是茶分鸡 很香很滑 而且它的茶味 又很出色 而且我看到这些肉 有些位置是粉红色的 是的 它就是做到的效果 整个 这里是半个 半个也是不贵的 但它的质素很好吃 很多高级的中式酒店 我觉得它出色过那些很多 其实茶分鸡很神奇 有些做法 好像石油黄昏 它将茶分 茶分味 是入得很实的 所以一吃就很厉害的 但我也吃过有些版本 茶分鸡 它刚刚有少少的茶味 就好像Jason那边 就是什么 曼昊金殿 它就想有少少茶味 调一调一调 那这个是属于哪种 它是浓的 浓的 但是我两次去我也是吃这种 它有八黄鸡 或者我忘记了 什么葱油鸡 贵妃鸡 因为之前吃过这种 我觉得超好吃 所以我带老板去也是吃这种 它应该是用冰鲜鸡 应该是 这些小店很难用新鲜 如果新鲜 它会打正期号写着新鲜 而且价钱也一定做不到这么便宜 新鲜鸡一只都要二三百元 所以了解 其实它冰鲜做得这么出色 我觉得很聪明 所以它就聪明了 是啊 再下一张 这个是它很出名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比较失色 它其实是咕噜肉 但是它是千层咕噜肉 我经常觉得 这些特别是做花臣 反而是扣分 所以我会宁愿吃正常的 它是如何千层包 它将那些猪切薄的猪肉 捲捲捲捲捲一粒 像大腸捲小腸 其实它切了就没有了肉汁 所以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它很出名 这个在那里 可能特别一点 因为每个都喜欢吃咕噜肉 我下一次不会叫的 但是我觉得 试了就知道 要告诉大家 没有 所有甜酸再加菠萝炒排骨类的东西 香港人都会受的 我记得我另外 我没有拍照 但是我记得还有其他菜 都是值得吃的 现在我突然吃不到 但是它是 记得了 猪扒饭 因为它有个焗猪扒饭 用整个好像打火鍋那样大 它是要四位起才做 但是当然你两个人去都叫 不过你预了打包 它是那锅大到 我上次六个人吃都吃不完 但是是很震撼的 我想试试叫 你要预订的 不要紧 我会带它兜去 一定要打包 因为我上次就是 我不知道六个人都吃不完 当然有吃其他人 因为打包拿回去 其实再弄热来吃都一样好吃 焗猪扒饭有好处就是这样 饭底又有味 焗猪扒饭又有味 还有汁 是的 我记得第二次去就叫做焗猪扒饭 很好吃 即是不贵的 不贵的 我现在忘记了多少钱 但是你下楼这样吃 我想三百多元一定买 就是每人 就是在西湾河沙基湾道那边 当然如果你不吃蟹会便宜很多 因为蟹始终都市价 市价 也不要紧 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 如果叫蟹的价格便会贵 如果你吃鸡 咕噜肉 或者猪扒饭 就一点都不贵 你自己吃的 平时一个人吃多少钱 我真的忘记了 因为通常我是一班同事去吃 我上次好像六个人 应该都是一千多元买单 六个人加一千多元买单 就是一人二百多元 我晚上可能叫得更丰富 三百多元 因为我请老闆吃 当然要吃得更豪 我又叫蟹 又叫蟹 会贵 蟹都做到 他有的 但一定要预订 他是红烧蟹的 现在不是很多地方做蟹 因为环保 但是有些老闆 怎样都会吃 始终也有人吃 对 而且这里似乎都适合打包 可以 我有几次都吃不完打包 因为每个人都想吃